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顧名思义就是和大家搜羅多關於扮靚這方面的資訊 無論是美容、化妝、潮流衣著等等 我們都會一一和大家去解答 扮已經不僅是女士的專利了 男士其實我們都會一一照顧到 所以記住留意我們的節目 其實一般女士上班都會很搞盡老汁 想想自己今天要穿什麼衣服呢 又或者是妝化得漂亮不漂亮 這件事我們就很高興了 今天請到兩位嘉賓 Amy和Lady來和我們分享一下 你們好 Hello 主持人好 Amy 剛才我提到 其實女士在上班之前都會很懶惰 又要想自己穿得好不好看 又要顧慮一下會不會很殘 化妝應該怎樣去化好呢 其實一般女士在上班的時候 化妝最常遇到的困難或者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很多辦公室女士上班時最擔心的問題是 自己是不是有限圈 或者自己的膚色是不是均勻漂亮 還有怎樣去畫眉毛可以更漂亮呢 其實如果你說化妝之前 我們通常都會首先先炆了眉 因為你炆了眉 還沒拍出來之後 化妝出來才會漂亮 畫眉才會容易畫一點 的確是 但眉毛這件事又很煩惱的 因為很害怕自己如果落手落腳去炆的時候 萬一有些什麼差錯的話 其實會影響很大的 因為一對漂亮的眉 其實真的會影響我們今天 整個人整體 自信 或者妝是否漂亮的 可以示範一下 其實如果我們真的去炆眉的話 應該怎樣去炆呢 其實主持人說得真的非常對 因為我們化妝裡很多時候 炆眉都不好 都是因為看不到 這裡有一個眉頸 它可以有一個燈的 炆的時候就可以看到 所以這樣就蓬子也不會走鏡了 因為它一定會看到那條毛 在那個位置 直接就可以炆了它 我們除了炆的雜毛之外 我們也可以把眉型炆出來 因為眉型的位置很多時候 都有一些毛我們看不到 因為有其他毛遮住了 所以變成這樣炆出來 眉毛就比較容易控制得到 對 始終有時候 我們自己去炆的時候 因為眉毛真的比較小 我們看的時候 未必真的下下會看得很清楚 始終一炆錯一條 有機會是影響整個的眉型 對 是的 所以就是千萬不要令自己的眉 是崩崩了 因為眉毛是很寶貴 炆完之後 萬一不小心炆錯了 它翌日就關不了 那其實一般 有燈的眉鉗 現在在坊間 我們用不容易去買得到 很多地方有 因為你如果去到一些 DFS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指定一些牌子 它就會有的 那我做化妝師今天 其實我看到很多人的眉毛 有很多人的眉毛 那種顏色 那種顏色 你會覺得 對 自己也深呼 對 其實一般我們在化妝之前 除了要修眉之外 我們是否要做一些很好的護理工序 化妝其實都講求 就是經濟了一個健康身體 才能出現皮膚外表 所以你要化妝出來 漂亮的話 就一定要在皮膚開護得好一點 那這裡我手頭上 都有一支 它是化妝之前用的 是 它塗了之後 皮膚會跟粉底鐵一點 還有會收散毛孔 化妝出來的皮膚會特別漂亮一點 而且是否會令我們 首先自己的膚色都均勻 對 均勻 令粉底容易塗一點 我看到它是類似一個掃 是否可以慢慢掃上皮膚上面 首先擠出來一點 然後塗下去 因為你一會兒都會塗粉底 所以就需要先做了 令粉底可以貼一點 更加漂亮一點 其實我們化妝一般都會說 最重要是先塗底部 如果底部不漂亮的話 你塗再之後加些什麼 其實都會很影響到 未必說是很完全漂亮 其實現在有很多女生 可以呵護自己的皮膚 但你呵護皮膚的同時 就是要你選定一個適合護膚品 是適合自己的 因為其實上面有太多護膚品 適合自己的 如何適合自己呢 你要嘗試去塗料間的產品 就是性質 然後去塗上皮膚會比較好 尤其是經常化妝的女士 一定要選擇粉底可以貼面的塗粉 其實塗完之後 是不是都要等它乾透了 才做下一個步驟 對 如果你立即去塗粉底的時候 它會出來 會比較絕著粉底 所以就讓它先剪掉 如果你想趕時間 想再馬上化妝 都可以的 你可以用一點紙 塗上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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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讓它可以立即塗粉底 其實塗完這個之後 下一個步驟 就已經是這個 塗粉底 對 塗粉底 塗粉底 首先塗粉底 為何塗粉底 因為塗粉底 因為很多女士都不喜歡 市面上很多時候買美髮產品 但美髮產品需要一點時間 在修膚才可以 我們通過紫色的塗粉底 可以把黃色吞掉 因為塗粉底 我知道都有分幾種顏色 這次利用的是紫色 我都見過有綠色 其實它們不是分了不同的功效嗎 對 其實綠色是虛紅的 有些人皮膚敏感 眉絲血膚擴張 都會用綠色 但這位藝人比較懂用紫色 因為皮膚略微少少黃 所以加上紫色 這樣效果會更好看 一般我們在塗粉底 是可以用手上 還是最好用粉撲去塗上 其實用手和粉撲都可以 因為手有熱涼、粉撲、水 都可以令到粉底更貼 我就很好奇 我看到你今天準備了很多化妝品 其中有一件是圓形 好像一個燈的物體 其實那件是甚麼 其實是一個 我們化妝前、化妝後都可以做的 照燈 因為它可以有美髮 它可以有高高原真身 照了之後它是有定時的 我們現在除了要保養皮膚之外 我們都要令到顧客 有一個生理的感覺 覺得我們除了幫我們化妝前 都在康護它的皮膚 在康護它的皮膚 所以我們化妝前或化妝後 做的更加會更好 這個Talica的產品 它除了可以做到美白之外 它可以令到毛孔小一點 而且亦都會令到皺紋更簡淡 所以我們前化妝頭做的時候 是特別對它有好處的 待會我做到Base之後 我幫它做這個給大家看看 是 這個是最新的化妝 科技 對 最新的化妝科技 所以護理方面 我們就更加要做足 現在出現的科技 就越來越先進 就可以令到我們化妝之餘 亦都可以保護我們的皮膚 很快已經看到 效果是完全均勻的了 現在我準備了 茶粉之前 我有一個 因為我看到它在膚色 有一點點劣位的紅 我就想用這個美白的幫它做 一分鐘就可以做到 我看到這些位置 就比較會有一點點的東西 我看到你一開啟了 其實就有這個綠色的光出現了 其實我們就對準 我們想美白的位置 然後就照一分鐘 其實在化妝之前 除了我們可以做一些 令到自己之後化妝更加貼服 塗了Base 或者照了燈之外 我們在其他我們面上的輪廓 例如可能我們眉眼睫毛 這方面又要不需要做一些工序 步驟 令到我們更加會漂亮呢之後 其實就是粉底塗完之後 因為剛才我們修了眉 我們就開始正式幫它畫眉 修了眉之後畫眉就會比較好 因為藝術可能本身自己都很勤力 也修了眉毛本身 所以我剛才修了一點 就已經可以幫它畫眉 現在我開始幫它塗粉底 我們就選了一個顏色 比較接近它膚色的顏色 其實一般我們去選一些 適合自己的粉底 是否貼近我們頸的顏色 多於我們臉上的顏色 通常是我們跟頸的膚色 對 因為現在的化妝就不同 以前 以前你是不是那種色 都塗上去的 就算你不對的話 它都會在頸的位置塗上去 現在很多人穿衣服 又是領又豎起 又穿高領衣服 你塗粉底在這個位置 其實都不是很現實的 所以現在的化妝師 可以盡量混合適合的顏色 塗在面上 讓別人看到你 都可以跟頸的膚色連接在一起 所以不要塗得太白 因為一白遮生醜已經過時了 現在不會再有人做得很白 通常可以選粉底或碎粉 都會選比較自然 接近自己的膚色 如果年紀少大 會選比較白 但現代的年輕女生 都比較適合塗自然的膚色 我們看了Amy和Lady 為我們示範 先查底粉 休息一會 回來再談 意識典雅 法式浪漫 Savon Bistro 進行歐陸經典佳餅 沙文魚 咕嚕肉 還有沙爹串燒 碟碟素菜 幾可暖振 令你食指大動 還快來大自然素食試一下 傳統陪羽智慧 現代護理調養 專業陪羽員陪你坐月子 愛寶寶 愛惜你的孫子 好月子陪羽 令寶寶健康 令媽媽無憂 月子坐得好 一輩子沒有煩惱 安利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為你提供最合適的家居防火設備 專售歐美浴室設備 代理國際一級品牌 門市遍全港 提供專業優質服務 富記五金水喉結具有限公司 傷心悲痛 與他最後一刻 清憂寬躺 讓他長半左右 情永在為你做到最好 傳統粥麵 懷舊點心 米芝蓮升級食苦 淨豆粥麵專家 抗粹佬吃甚麼最好 超級營養食品 新大宅有機螺旋組粉 和有21種胺基酸的鮑魚羊 歡迎大家繼續回來 辦理事務所 繼續右岸 Martina 還有我們今集的嘉賓 Amy和Niddy 在上一節 Amy先為我們發了底粉 接下來的步驟又是甚麼 接下來的步驟是遮瑕 這是女士最重要的位置 例如眼睛、黑眼圈、眼袋 這些比較少問題 其實一般如果遮瑕 應該選一些深色的粉底液 或者遮瑕膏 或者淺色的會比較好 這問題真的很好 其實很多家庭觀眾 或者辦公室等等都很想知道的 其實選擇下癡的位置 以及膚色中間的位置去做 是最好 即是要中間的位置 對 顏色 接下來的步驟就是 塗上碎粉 對 現在塗上碎粉 其實做完之後 塗上碎粉 就是令它定妝效果 可以保持久一點 即是化妝 因為如果你不做的話 它的粉底會走在皮膚本身的紋路位置 令到你本身沒有皺紋 哪有皺紋出來就沒有了 真的要留意一下 其實塗上碎粉 是否只是很輕輕地塗上去 對 其實少許塗上碎粉 就行了 不需要塗得太滿 否則會很厚 我們怎樣可以令自己的輪廓特別深 這個問題 都是很多女士單純的問題 其實令到輪廓身 很多時候我們人的輪廓 很多時候有眼輪廓 眉毛輪廓 鼻子和外輪廓 那時候我們就掌握 我們色彩方面 一定要有深淺 它就會突出輪廓 即是無論你的眼也好 眉毛也好 都可以令到層次出現 有深淺的感覺 它就會立體一點 化妝 現在我們就開始畫眉 畫眉 這個畫眉 也是我們化妝裡的重點 是 現在我喜歡 那我們就先畫眉 畫眉 其實眉色方面 我們是不是要選擇 類似我們頭髮的顏色而定格 其實我們未必要選擇 頭髮的顏色 其實現在流行的畫眉 就會比較自然和清淡 因為始終你是上班 你不是表現化妝的眉 所以只要你令到它 看起來比較正常 看起來沒有那麼調整 均勻一點的色澤 其實已經可以了 最好就是化到 化了也好像沒什麼化 又很漂亮 那就最好了 對 好像這樣 當然我們化妝 化妝好像沒有化 我其實覺得不如化好過 但那感覺很漂亮 但效果就好像自然那種 好像看起來不太刻意 很修飾 其實眉都會分很多種 可能是眉筆或是眉粉 那這方面 其實他們怎樣去選擇 我應該用眉粉還是眉筆 其實我建議最好用眉粉 化妝比較好 因為眉粉不會反光 那你什麼時候都會保持得很好 但眉筆的話 它有油脂成分 那它就會起光澤 有時可能真的 人家看你這個位置反光 即是等於你化妝好像沒有化妝 其實化妝一定要拿一個位置出來 定位置 怎樣定位置 其實大家都看到 因為這裡有眼珠 這個位置對上位置開始畫是最好的 所以每次畫的時候 在這裡定位置 通常眉毛的底線是比較深色的 上面是比較淺色的 前面是比較淺色的 後面是比較淺色的 最新的位置其實是這個位置 眉毛有深有淺的時候 就會有立體感 就是剛才提到的重點 有深有淺就會有輪廓 立體了 其實我相信大家在鏡頭上都看到 眉毛的底下是最深色的 對 不需要畫整條都很黑 如果整條很黑 其實沒有什麼味道 看上去整個感覺會變粗了 現在眉毛的部分已經畫好了 接下來的步驟又是什麼呢 接下來的步驟就是要畫眼睛 在畫眼睛之前先把眼睫毛弄好 為何先把眼睫毛弄好 因為在畫眼睫毛之後 我們最畫眼線的時候 不會弄好眼線 現在就先把眼睫毛弄好 其實我看Lidy自己本身的眼睫毛 已經是非常之長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可能一般有些女性 未必畫眼睫毛真的這麼長 但想自己的眼睫毛長一點 漂亮一點的話 其實可以有什麼步驟 或者用什麼產品 會令我們有這個增長的效果 其實我平時化妝的時候 都會用眼睫毛增長液 因為Lidia的眼睫毛 本身都比較長一點 所以今次我是沒有用到的 平時我也會用 因為我們除了貼眼睫毛 塗眼睫毛之外 珍藏眼睫毛 其實我們真正要的是 眼睫毛長 化妝出來更加會漂亮一點 所以我都會用這個增長液 如果用到28天 它會增加4.1mm 4.1mm 其實是用到的 我們什麼時候去塗呢 塗眼睫毛之前 還是睡覺前去塗呢 其實早晚塗已經可以了 通常我化妝時都會塗 對 化妝前 因為今天眼睫毛比較長 所以我也沒有塗 如果塗一塗 你會保證它 可以在一定的時間內 可以長 畫眼線是由頭開始畫到尾 其實由頭開始畫都可以 由尾開始畫都可以 即是視乎自己個人 可能手把上面 順手 就自己順手 其實畫眼線 手要很穩定 對 如果你手鎮的話 它就會崩崩地 如果一分就看起來不乾淨 然後就不理會 如果你想用眼睛的眼線 沒有那麼容易脫掉的話 你就用水劑 水劑 它就不會那麼容易化開 可能我們平時有眼線筆 其實眼線筆是容易化開的 對 因為有油脂成分 所以會容易化開 如果是水劑的產品 它就會防水、油之類 出來的效果會比較鮮 眼色會比較實 對 如果你的眼線需要矯正 你自己可以化妝眼前 然後通過眼線毛 都可以調整 其實有時候真的會錯手 可能會鎮到其他地方 但又不知道怎麼辦 其實都是用棉花棒 送回去就已經可以了 可以的 我們是否最好不要用紙巾去抹 對 棉花棒 因為頭部比較小 比較用直直去到那個位置 就不會令它更加化開了 對 現在我準備了一個眼線毛 準備幫你貼眼線筆 首先是對位置 接著要修剪 其實貼眼線毛的膠水 我也知道有些是透明 有些是黑色的 有些是黑色的 那兩個人有什麼分別 透明的比較黏 黑色的就不會太黏 而且是否用黑色的 萬一真的不小心 黏錯了一個位置 撕出來的時候 就會印黑了 很麻煩 我們一般都是用透明的黏 因為它乾了之後 都會沒有細色 其實我們貼眼線毛 是貼在眼的哪一個位置 貼眼線毛通常我們貼在 貼近它自己本身的眼線毛的位置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需要矯正的話 即是眼線毛最根部的位置 對 現在流行的假眼線毛 款式其實都是否 就一些自然的路線 對 這幾年都很流行貼假眼線毛 很多女士都會貼假眼線毛 有些甚至乎都會選擇比較濃密的眼線毛 的確如果你不需要太多妝 即不需要太多眼影 眼影的話 最好就是你可以貼一貼眼線毛 讓自己的樣子看下去 比較自然 眼睛更加有實 對 好 當完成了這個貼眼線毛之後 其實已經可以上眼影 還是要做其他步驟 其實我們現在開始塗眼影 我們現在 因為平時上班 如果你做太多顏色的話 都是不好看的 我選了一個顏色 比較會接近膚色的顏色 還有啤加灰的顏色 比較自然色 接近皮膚本身的顏色 Opice Lady化妝 比較會塗上這一類的色彩 其實塗眼影這方面 我們有些甚麼要注意呢 其實塗的時候 通常都是眼尾會深色一點 筋部位置會深色一點 眼珠以上的位置會比較淺色一點 塗的時候可以由眼尾開始塗起 令到輪廓層枝會更加出一點 那弄完眼睛之後 現在接下來就是塗胭脂了 是 塗胭脂的時候 打圈塗就已經可以了 下個步驟就是輪廓收穿了 大部分女士上鏡都會漂亮 都會肥 所以我們都會收起來 讓它看起來會比較自然 其實我們平時會聽到的 陰影和光影這方面 其實我們怎樣去分 打陰影在哪個部分 或者光影又是哪個部分 對 我們粒的位置就是塗這個光影 令到它突出一點 對 當肥的位置想瘦一點的話 就塗這個陰影 就令它瘦一點 就像這些位置 我們就可以塗一點光影 它的輪廓就會比較突出一點 其實當修飾完之後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想這個唇膏顏色 或者是唇彩 我選了一個 跟它的唇彩顏色比較接近的唇彩 對 這個Gloss本身都是有光澤 所以不需要塗得太膚 嗯 這個OL的妝已經化好了 當OL的妝化完之後 另外一個很傲老的問題 就是當下班之後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有一些party 或者朋友生日 聚會 各樣東西 在這個時候 下班已經很累 又不想說特地回家再去 又加一大輪 又再化妝 又再化妝 其實可以怎樣快速地變妝 又可以去到一個party 如果真的今晚參加一個party的話 那一定要有補妝 因為一天下來 可能八個小時下來 眼睛可能會有點累 所以我們在眼睛那裡 會增加色彩 輪廓再修飾一下 增加光影 加一點點閃 出來的效果會比較party 夜晚出去就會比較特別 眼光四射一點 對 所以其實可以直接在眼影的部分加強 我這裡就加上一個銀灰色的顏色 是 銀灰色 對 銀灰色本身有一個質感 是比較會令身一點 它每天都可以跟很多衣服的顏色 可以配合在一起 很容易選擇去做 這個顏色會比較搭配 對 其實在一個日妝變晚妝 都是我們在一些地方加強就可以 不用再慢慢把整個妝再化 其實不用的 首先你一定要先補粉底 補完之後 接著要加上眼影就可以了 很多RPs你們應該都懂得 補妝之前就先吸油 吸油後補一點水分 就已經是可以 補妝看起來比較會好看 就是那個粉底 看起來會比較會 就是不要那麼油光 看起來會比較會乾淨 一些 碳線那裏 我們可以再加上一點深色的 黑色的顏色 讓它上下可以平衡一些 其實深淺就是視乎個人喜歡 如果你喜歡新的 你可以再新一點 我覺得晚上這樣 就比較會中和一點 比較舒服一點 完成了眼的位置 我們就需要加一點點閃粉 讓它看起來 晚上的時候 就比較派對一點的感覺 現在我選了一個環彩的色 是 在眼那裏 就加多一點點的閃粉在上面 那之後在其他地方 如果是掉了少許閃粉下去的話 就用這個掃 輕輕地撥開就可以了 那話那麼快 就由這個日妝變成晚妝了 那除了在化妝方面 其實Niddy連服裝都改變了 那我們一起給觀眾看看 果然是相當美艷動人 那首先很多謝Amy 和Niddy今天和我們介紹了 這麼多關於化妝的心得和資訊 很多謝你們兩位 謝謝 如果觀眾想知道 我們今集的更多資訊 就可以瀏覽 www.amygau.com 找回Amy 又或者是想看回我們的節目重溫 就可以瀏覽 www.apris510.com.hk 更加就是 如果觀眾你們是有智能手機的話 就可以用你們的智能手機 上App Store下載我們Apris 就可以隨時隨地看回我們的節目重溫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跟觀眾說聲拜拜 拜拜 拜拜